加宝果是朱仔山社区近年来积极发展的社区亮点产业 今年朱仔山社区参与水宝局亮点社区计划 希望透过各社区不同亮点的结合 将朱仔山社区产业行销出去 因为这个亮点串出计划它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要跨社区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跨了桃米社区 水头社区跟朱仔山社区 当然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树葡萄 那在这个土里这个地方来种植这样的一种水果 又可以带来观光旅游 那又可以符合现在的一种养生的一种 养生的一种趋势是非常好的一种地方跟水果 县议员黄世芳以及陈宜君都特别到场 参加这场特别的晚宴活动 黄世芳议员表示 透过社区亮点产业 串联其他社区产业来行销 相信未来对于普里社区产业推展 以及观光效益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面有四千多棵的树葡萄 是全台湾仅有的一个地方 所以把它开发出来作为一个 我们普里镇未来的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景点 那未来可以串联我们普里镇的各个景点起来 来推一个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的行程 我想这个会对我们普里带来观光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旅游规划的行程是越在地越国际 尤其在这种友善农场内 完全没有农药的味道 种植出的果实更是天然无毒 像这种旅游规划也是未来发展趋势 相信这样的旅游行程会让消费者更安心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场域是一个有机农耕的一个场域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 完全闻不到任何农药或者是化肥的味道 那在这里不但人觉得很舒服 连我们的小昆虫也都觉得非常的安心 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用餐 我相信一定会让大家永生难忘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住在山社区 能够发掘社区亮点产业 结合社区旅游来帮助产业行销 更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来推广这样的活动 让社区与产业能够互相结合 帮助社区永续发展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